大家好,歡迎收看NIT,我是Anita 在我講中怎樣用Laura去張圖 再用張圖去做Image to Video的時候 Runport上面的Blog就多了一篇這樣的東西 去教大家怎樣用運源去張自己的Laura 然後再用Text to Video的方法直接去張自己的影片 而Cific AI上面都開始出現其他人的Laura 這樣,照理來說,應該會解決了人物走樣的問題 因為通常AI張出來不像 是因為她不知道到底樣子是怎樣的 她沒有能力可以用一張圖的角度 準確推斷其他角度出來 而Laura就是不同的角度、表情的Data Data多了,要推敲一個本身沒見過的角度或表情 就會容易了 那時候,大概應該是兩個月前左右 我就試過運源的Text to Image的Laura Training 不過由於效果不算很特別 所以我暫時放在一邊 到了今天,又多了個彎 這次是阿里巴巴出的 所以我就決定重啟這個Video的Laura Training實驗 而除了Laura之外 她們兩個都剛剛出了Image to Video 所以我今天就會試完她 看看誰是最好 不是,應該說是我覺得是最好 因為這些東西很主觀的 但是我會展示所有結果出來 讓大家自己去比較一下 先說明,今天這個不是教學 只是一個實驗結果的分享 由於整個實驗做了很久 我做的時候沒有拍下 如果大家想跟著我的方法去試的話 我預期大家會對基本的操作有一定的認知 如果大家想找回我的resource 包括ComfortUI的workflow 我會全部放在說明欄那裡 好,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首先講下我訓練的方法 我是會用Diffusion Pipe這個Repo來訓練的 我今天的所有訓練都會用這13張照片來做 分別只是Size是用512還是1024 至於Param,我全部都會根據Example的Param去訓練 所有訓練我都會用RunPod來訓練 講一點RunPod方面的update 由於A40最近加價 沒有之前那麼值得用 所以我這期多數會用Community Cloud裡面的RTX-A6000 另外,我發現它的Volume Disk 比ContainerDisk更慢 我的Case是會用完就會Terminate 所以我現在會設定Volume Disk 然後加大ContainerDisk 雖然這樣做,Restart完會什麼都沒有 但我覺得都比用Volume Disk 大家如果用RunPod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我自己就沒有用Blog建議Vscode的Template 這個就很個人的 我自己就喜歡用平時PyTorch這個Template 原因是Start得快很多 而且用Vscode那個 如果Network差,就很容易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Download Model Download到一半斷了 斷了也不要緊 GipityLab都會斷 但我斷Network,它會繼續Download 但Vscode那個會連Download都斷了 又要重新Download過 GipClone完DivisionPipe Pip安裝了Requirements之後 就再Download要用的Model 之後進去Examples裡面改兩個File 首先是Dataset 如果Dataset是用其他Resolution就改這裡 之後就要改Dataset的Path 之後是混完Video這個 改回Output的Path 之後滾到Model這裡 如果是Train運完的話 就改回Model的Path就可以了 如果是Wine的話 就Copy&PasteSupportedModel裡面的這一段下去 改回Model的Path就可以了 設定好之後就Run這一句 很長的我不讀了 Train好之後 我會將Laura放到4090那裡 全部用ComfyUI來Inference 而所有Inference 我會將33個Frame 即是如果FrameReset8的話 就會是4秒的這種 經典的AI慢動作短片 Wine有兩個不同Size的Model 一個是1.3B 優點是很快 用4090生成一次 只需要20秒 但是它只能夠生成480的片 需要再大就要自己做Upscaling 另一個是14B 它都有兩個Version 分別針對生成480或者720的片 用4090生成720 一次大概需要5分半鐘 我先試了1.3B 由於它都是480的片 感覺上比1024的dataset 好像都沒什麼用 所以我只會用512x512的dataset 給它training 至於Model 就會用這個 Wine2.1-T2V-1.3B 速度大約是10分鐘10個Epoch 我們來看看效果 為了令到影片不要那麼悶 我的示範就會用16個Frame Rate來展示 即是每條片由4秒變成2秒 都還是沒有東西看到 按什麼東西 不要睡啊 不要睡啊 為什麼一直在這裡按啊 我的頸子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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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效果我覺得完全接受不到 再試一下14B 我會做兩個測試 分別是用512x512和1024x1024的dataset 看看有什麼分別 至於Model 就是用這個 Wine2.0-T2V-14B 首先是512x512 速度大約是半小時10個Epoch 嗯 感覺上的背景也變成我拍攝的背景 樣子... 不算好似 這個多了我旁邊的櫃 開始不行了 剛才那個OK 嗯... 好像越訓練下去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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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啊 那些位置 就越來越不像這樣 這裡好一點 好像好一點 哇 這個... 公家欣來的 這個... 這個擺明就是直播帶貨 對嗎 嗯... 還有眼的形狀也很奇怪 嗯... 我覺得畫面是可以再用一個Prom 撿回好一點的 我做實驗就不逐張逐張撿了 我們集中看樣子是不是 那它會有一個問題的 是很多時候 尤其是Epoch多的時候 它一開始會有個雜音的 但是這個都容易剪掉的 我又覺得都不算太大問題 那我覺得... 好像... 50個Epoch 就會看到一個好的 有些個案子 我覺得好像10個Epoch 已經可以了 但是再多之後 就沒什麼好到的了 即是... 大概兩個半小時左右 就... 都應該會已經找到一個好的Laura 之後試1024x1024的Data Set 這次的速度... 就整... 兩個小時 10個Epoch 那我就不調整了100個Epoch 去到60我就下班了 嗯... 不像樣子 好像好一點 但是也不算很像樣子 嗯... 這個也還好 但是那些光暗也是很奇怪的 可能要在Prom 裡面調整 那... 這些都是由... 由送的巧克力給你 變成好像直播帶貨的感覺 怪怪的 樣子都... 不像 那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 512x1024來訓練呢 效果好像差不多 但是用512來訓練呢 時間是4分1而已 那就好像... 512比較划算 輪到運完 首先訓練了512x512的Data Set 速度跟彎的14B差不多 都是半個小時左右 10個Epoch 哪個來的 剛才那個呢 都看得出是我 但是... D shape 眼型啊 各方面會變得很奇怪 這個呢 就是慢慢... 剛才10個Epoch完全不是我 然後... 然後... 之後慢慢會比較遲 那... 這個Case 都是... 嗯... 我想那個光暗是因為我Data Set的問題 你會看到它由10個Epoch 本身的臉都沒有那麼光 變成現在越來越光 但都... 不是很像的 就算訓練到最後 然後... 這個好一點點啦 雖然都是... 直播帶貨 你好 這個巧克力 賣多少錢 這樣的感覺 但是... 呃... 樣子我覺得都很像的 那... Prom 撿不撿到 令到它沒有那麼像 直播帶貨呢 那... 要... 可能之後再再試 那... 我感覺上這一次呢 就去到至少40個Epoch 才會開始像的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風格不漂亮啦 那...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的 不過我就... 不太喜歡啦 那... 雖然彎也有那種直播帶貨的感覺啦 那... 但起碼我覺得畫面上面是比較漂亮的 那... 那... 有人喜歡運原這個風格多些呢 還是只有我不喜歡這個風格的呢 可不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 那我們就再試一下1024x1024的Data Set先 那... 那... 這次快一個彎的 是半個小時10個Epoch 那... 那... 跟剛才一樣啦 都是開始的時候是完全不像我的 沒有我的影子的 那... 慢慢會會比較像一點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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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奇怪 這個... 先打個格子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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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長期... 預備個格子在下面不動它啦 各位 那... 那... 我覺得樣子也是不像的 那... 還有... 為什麼慢到這樣呢 我已經加快了的了 那... 好... 嗯... 盒朱古力還會變形 如果留意一下那些手呢 是比起彎是更加嚴重的 彎都不覺得那些手有些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 這個一看那些手... 會無端端變... 生成出來的樣子 好像... 不知道哪裡... 半空中... 觸发 он 這樣... 有一個魔術 genuinely lov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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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erence的時間呢 720厘720 三十三個frame 一的�DAY 就是大概跟一 幾分鐘的時間 至於質素呢 雖然我覺得樣子都不一樣的了 但我覺得也比彎月十三B好 那... 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它那個皆さん就比 Club 13B 那... 由於剛才大家都見到了 無論是彎月還是彎月 張出來的美感上的效果都是差一點 這個很個人的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那種太過白那種 沒有血色或者臉好像明顯地很濃妝的感覺 那當然 絕對有可能是因為我未深入研究這兩個模特兒的Prom的技巧 不過這樣也反映了這兩個模特兒 如果想Prom得它漂亮 技巧也不少得 所以如果可以用Flux 或者其他的模特兒 去張了一張合我口味的圖先 然後再用Image to Video的方法去做這條影片 這個效果應該會最理想 所以我們又試一下Wan和運源的Image to Video Wan的Image to Video模特兒是可以訓練Laura的 不過一定要給她訓練 那我自己就覺得無論是Data Set的準備 還是Training的機器的規格和時間 門檻也似乎太高了 你想想一下 我的Data Set用1024x1024都要訓練這麼久 如果用片做Data Set 那就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訓練得起了 所以Image to Video暫時都不用Laura直接試 首先試了Wan的Image to Video 我會用的是720FP16這個模特兒 我將一條33個Frame 720x720 每次大概是5分鐘 感覺上它其實可以不用去到16個Frame rate那麼高 它都比較快 可能8個Frame rate都OK 那剛才那個光是因為Prom 我自己就覺得 嗯...走樣的問題很少 那麼短...那麼短的情況下 如果再長一點 可能走樣會走得更厲害 那但是我覺得如果是 拿來做我之前那個Case 就是可能Jane一些這樣的動態的賀圖 就是幾秒的小小動作 不期望她做好大動作的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都OK 那接著到運軟了 那現在才剛剛出了Jack 但都已經有兩個Version 這個聲稱是人物的一致性會高些 不過動作會沒有那麼多 那我追求的是人物的一致性 所以我會直接用V2 我將一條和剛才一樣 33個Frame 720x720的片 每次大約會是分半鐘 效果都OK 但有沒有人看到中間那個位置好像有點怪怪的 我待會再CUT給大家看 都...走樣不是很嚴重的 但是好像... 對了 我動作大就會很奇怪 那這個應該會看到那些手指 有些問題 剛才 不知做什麼事蒙了 好像感覺上 彎那個好一點 那雖然速度上呢 就運軟快點了 但是運軟出來的效果呢 給大家看一下 會有一小段 這樣起格的 而且我自己就試過了 就算用upscaling 好像都不太弄得走 那如果是針對效果的話 我就覺得 這次是彎贏了 不過呢 那我這次的Frame Rate 我設定了16或者8 那整條片的動作都... 比較拖得長的 如果運軟的那個Case 如果大家將再長一點 那個Frame Rate 設定高一點 那... 可能會不太覺得它有起格的 為了實驗的公平起見 所有的Laura效果 如果是用同一個Model的話 會用同一個Seat 同一個Prom去做測試 如果選好了Laura之後 再整個Prom 或者換一個Seat 其實是有機會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的 而我今天用的Data Set 是這13張相片 我不知道如果換了做片 或者其他的Data Set 或者更加多的相片 效果會差多遠 我就只是覺得 如果要換成大量的片 來訓練 門檻會比較高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今天的測試 才會用這13張相片 比較大眾friendly的方法去試 我其實都可以拿回我之前拍的片 來做Data Set 不過剛才其實大家應該都見到的了 如果Data Set的內容 全部都很相似的話 它出來後 就會經常和Data Set很相似的東西 如果設定和Data Set很不相似 例如東京夜景的Case 這樣出來就會有很大的分別 這個問題 之前Train Flux的時候 就沒有出現 因為我都是用這13張相片 但這一次 無論是Warn 還是Warn 都有同樣的問題 又或者如果跟回我之前的理論 可能要Prom 再加背景和燈光 又或者真的要給他很多不同類型的燈光環境 去做Data Set才行 但我之前給大家很簡單的去Prepare Data Set的方法 就會不成功了 無論是樣子的相似度 還是風格 我自己都偏向喜歡Warn 多些 雖然明顯兩個Model 的Training Data 都是直播帶貨 但我覺得畫面上都有分別 我覺得Warn 1.3B的用途 就是拿來很快 這樣展好大量的影片出來 然後選好了 再做Upscaling 用途上面 就拿來做Footage 會好一點 拿來Train Laura 就不了了 我自己覺得 至於Laura 還是Image to Video 我自己就覺得 Image to Video 會比較實用一點 因為可以用Flux 或者任何你喜歡的Model 去展張圖 不用被Warn 或者混員 局限了你的風格 而且以Warn為例 如果要Train一個Laura出來 我當你起碼要Train到50個Epoch 除非你有張再厲害的卡 如果不是 大概都要Train兩個半小時 那值不值得 就看你的Use Case 好啦 今天就是這麼多 我試完這堆東西 已經很累了 我要偷偷了 希望這條片 可以幫到大家 省省些試TrainLaura的時間 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geht 點燈 可以 點燈 3 點 等一下 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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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燈